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歡迎新開市感浪 我是林子彤,現在跟大家跟進 剛剛的股市昨晚收市的情況 美國債息繼續攀升 加上美國企業最新的業績表現順悉 美股星期三受壓,導致低下90點之後 跌幅曾經擴大到最多631點 最低見過42,293點 標普500指數連跌三天之後 星期三一度再跌大約1.5% 納指最多跌大約2.3% 我們看看導致,收市跌409點 收報42,514點 標普500指數收市跌53點 收報5,797點 納指跌296點 收報18,276點 至於美國上市的港股語託證券做交譜片下跌 匯控被控收市跌0.22% 騰訊跌1.28% 阿里巴巴跌2.19% 美團跌1.600% 歐洲股市也是全線下跌 倫敦副社伯指數收市跌47點 收報8,258點 凡南福德克指數收市跌44點 收報19,377點 巴黎卡指數收市跌37點 收報7,497點 商品期貨方面 國際油價回落1% 凡日期油曾跌大2.7% 最低見過每桶70.13美元 收市跌97美元 收報每桶70.77美元 倫敦布蘭特期油收市跌1.08美元 收報每桶74.96美元 看金價 金價曾經再創新高 但因為美元和美國債息上升 所以升勢回軟 凡日期今收市報每桶 2,729.4美元 下跌30.4美元 跌幅超過百分之一 看最新的美元回價 港元7.769 日元152.706 歐元1.078 英鎊1.292 瑞士發行0.867 家元1.383 澳元0.664 紐西蘭元0.601 美國國庫借源10年期賺720.424 30年期賺720.421 看港股 昨日走上去之後 今日暫時跌201點 20558點 國企指數跌87點 最新增7393點 大市成交138點 昨日成交增大一點 看今日能否維持到 跌近2000億這些水平 這節又和大家望望 ATM三隻股份 美團最近跑出 但暫時都回大百分之二 191.2 騰訊跌大百分之一 423.2 反而這隻阿里 最近就算騰訊和美團有一升 它都跟不到 反而今天跟不到 還要落後騰訊和美團兩隻 暫時跌幅超過百分之2.3 最新是95元 這次先和大家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和大家見面 要財元一提提提你 現貨黃金抹價2737.4美元 買出價2737.6美元 現貨白銀抹價30.08美元 買出價30.1美元 以上資訊由 要財元一提提高